欢迎回到课程来 在这一节的课程中 我们要来介绍在Drupal 7系统里头的维护模式 在某些情况下 你可能要把网站的营运暂停下来 让其他的user无法进来 然后针对Drupal 7的系统做一些维护的动作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使用到维护模式 首先请你先以最高权限使用者的身份 Admin这个使用者账号进来 进来到网站里头以后 接下来我们来到工具列这边 再来到设定 进来到设定的管理界面之后 稍微把它拉下来到中间的地方 在中间这边 有一个开发的群组 这里有一个维护模式 我们进来看一下 在Drupal 7系统里头要进入维护模式方法非常简单 只要你勾选以离线模式来运作 储存设定以后Drupal就进入了维护模式的状态 同时会提供一个维护模式的讯息 这里目前有一个预设的讯息 如果有必要的话 你可以针对这个讯息 再做一下修改 我们目前已经勾选了以离线模式来运作 接着储存设定 OK 设定选项已被储存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的使用者 如果要来到这个已经在维护模式的网站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先把Admin这位使用者登出 OK 一般的使用者如果来到了这个网站 他看到的画面会是这个样子 这是网站 MyDrupal 7 目前网站正在进行维护 接下来这个讯息就是我们提供的维护的讯息 MyDrupal 7正在维护中 很快就会回来 请稍后 接下来我们要登录到这个网站里头来进行一些维护的动作 可能你会问 目前这里看不到 登录的 区块 那么我如何登录进来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网址你要记起来 我们来到 网址列这边 在我们的网站下面呢 在网址上再继续增加 User 接下来 Login 按Enter 现在我们来到了使用者账号登录的地方 假设呢 我们是一般的使用者 然后准备使用Ben的身份进来 我们知道Ben这位使用者只是一般的使用者 他并没有最高的维护权限 那么他如果登录进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接着按登录 你会发现呢 Drupal 7系统呢 会拒绝他的登录 因为他不是最高权限的使用者 接下来我们再到网址列这边来 继续再打上 User Login 这一次我们利用最高权限使用者的身份登录进来 OK 现在可以看到 Drupal回馈我们 现在是以维护的模式在运作 旁边还有一个功能是 设为在线模式 进来了以后 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维护的动作 例如说 做一些备份 或者是做一些模组的更新 或者是做Drupal系统的更新 等等的动作 假设我们做完了 维护的动作 接着呢 要再把网站开放出去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再来到工具列的设定 然后呢 再到维护模式中 把维护模式的 选项取消勾选 或者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目前呢 他就有提供这个讯息给我们 所以我们直接在讯息上面点按 设为在线模式 现在进来了 接着把 以离线模式的运作呢 把它取消掉 接着再来到下面这边 储存设定 OK 我们再回到网站的首页看一下 现在Drupal没有回馈你 它是在维护模式的状态下执行 而是直接来到了首页 OK 关于以上维护模式的运作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请进入下一节 我们要来介绍 在Drupal 7里头的一些 关于性的报表